他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正面承认或者正面选边站 但是他非常清楚就是中国队美国队在分家 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有这么多台商有的回台湾 有的到越南有的到印度有的到东南亚菲律宾 那个都是他们各自处理美国队 跟美国队以外的全球队的布局 可是在中国内地留的工厂 真的可以长期维持住在中国市场 跟中国供应链嘛 以现在的发展来讲 中国市场也不是白痴 中国市场他要扶植也先扶植自己人 所以台商在中国的角色跟这一个功能 跟供应链都可能遭受到庞大的威胁或者取代 这种状况我想台商都会碰到 那即使是利逊这样一个全中资背景的企业 可能都也碰到 因为他们也要在台湾和越南布局 某种意义上他可能在中国有产能 生产了苹果的产品在中国销售 他可能也有在越南有产能 生产了往美国销售 因为这里面本质上也取决于美国的政策 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对所有从中国出口的产品 征收关税嘛 这个布局随着时间的延续 特别是这一次美国对于像台积电和类似的 对华为的5G产品的打击如果是真正的执行的话 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明显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稍微评论一下刚才前面几位提到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这个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国台办对蔡总统昨天的讲话的反应 我同意明老师的观点 确实是比他们批评蓬佩奥要轻多了 因为他们骂蓬佩奥是人类公敌政治病毒 他们骂蔡英文只是以疫谋毒 独立的毒不是病毒的毒 所以我觉得国台办对蔡英文真是很好 这一次反应这么轻 不过我听说这两天两会可能最大的问题不在台湾 最大的问题在香港 现在的说法很有可能他们会直接提出 再通过人大来制定一个跟香港有关的国家安全立法 绕过香港立法院 绕过香港就不再要他们立法会 不再要他们去立23条立法了 直接北京就替你立了 就是完全绕过这个基本法 来直接把这个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法 套到香港头上 这个可能会造成香港很大的反抗 这个这个现在这个香港局势有可能在几天之内都有很大的恶化 这个是可能我觉得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 而且如果香港民主派的抗争没有办法逆转这样的一个北京的决策跟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话 那事实上老美对香港的关税优惠也有可能被迫要断要切割 是这样现在因为美国特本来美国国务院是按这个法案要求 每半年要提出一个review 但是国务院故意推辞了 他现在还在观察中共的具体的行动 那如果中共真的是要硬推国家安全法的话 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的话 那国务院可能要对中共做制裁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同时在IG上